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三心大德 显示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 风水的妙法 玉京的妙法 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 让我们从无明走向光明 走向安心的状态之下 这是真正正正的善法和妙法 所以这也是一种修行 我们大家都知道 学习易经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而还可以帮助他人 这就是我们希望迈向世界和平的宗旨 大家一起来努力推动的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斗六道场以及嘉义道场的主持 圆尊法师 圆尊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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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就是一经 风水 还有宗教 这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基本概念 不过我们曾经提到就是说 在我们的世界新兴宗教 台湾维新圣教 其实我们是相当有特色的 尤其原尊法师在国内 有跟这些国外的学者交流过 后来又代表我们维新圣教 跟随着我们的研发中心的主任 张新芳 张主任一起到欧洲去一趟的交流 而且有很多的国家来参加 那我想一定很多人想要知道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特色 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 对 我们这一次去法国 有参加一个道学会 是 那这个道学会主要就是 他们法国的欧洲 欧洲的学者 是 他们对我们台湾的这个道教 那道教最主要的就是 最大的法会就是像我们水陆法会 他们是这个奏教 是 罗天大教 哦哦哦 那我在好多年前 我就有买一本书 那这本书就是欧洲学者 他们来研究我们的道教 那研究的那个是台南的一个陈龙胜道长 因为他在道教地位蛮高 是 那那时候就是法国欧洲的学者来做这个研究 所以那时候我就大概知道 他们对台湾道教很有兴趣想要去了解 是 那让他们这一次道学会参加 他们了解他们主要的内容 我觉得主手好像都是偏向在这些名项的部分 是 比如说这个什么 像这个什么安胎服啦 嗯哼 还有这个什么 一些名词的解释上 是 那我最近又跟 我们一位香港哲学院的院长 汤伟霞博士 是 他有到道场 投入道场参观师父的微信道帐 是 是 那他在学术界也一直在弘扬 在推展 他说 应该不要用这种民间的信仰 或是说宗教 应该是要用一个道学问 嗯哼 道学问 来把它含括在这个道学问的这个之内 是 我说道学问 我们的中华文化道统就是道学问 嗯哼 我们在谈易经的思想 易经的文化 这个就是道学问 嗯哼 包括地理风水 这个就是道学问 是 这个才可以包容所有的宗教 是 不会有宗教的这个繁离 或是隔阂啊 嗯哼 所以 我们我们的宗教就不排斥任何 好像基督教 你任何宗教都可以来我们中门学习 是 我们师父是相当尊重的 对 那因为易经本身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是 易经本身的包容性就是最大的 嗯哼 所以我们不会有这些 这些排斥的这些现象 是 任何宗教都欢迎你来了解 是 欢迎你来学习 那但是在这个当下 我们自己本身除了以易经 地理风水为主轴之外 我们另外也有我们自己中门的经典 然后像老祖政经 天德经 鬼谷先世天德经 还有其他 因为时空姻缘师父所学的这些 啊 啊经典 那从这些经典 你不但了解易经风水 在你的生活当下 那可以真真实实的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之外 另外你在你的心灵上 还有遇到这些法界祖先等等这些问题 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圆满 来解决 嗯哼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在这个地方 是是 所以在这么多不同的就是 或者是国家或者是其他的教派一起的时候 你们也会讨论到这一些吗 嗯 跟他们讨论 当然 因为接触的时间 不是 不是那么长 所以谈的没有那么那么深入 是是 大部分主要就是 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这个易经 地理或是风水的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是 最起码就是在我们台湾这个国度里面 大家 就是佛道本一家 所以说也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我们中华文化道童可贵的地方 大家应该好好去发扬嘛 就是呢 最近我又开始在看师傅的 国际学院的这一些的课程 对 我觉得我非常的敬佩师傅 已经远远远超过了这些所谓的 教授啦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加什么加啦 其实在你再一次再去回去看 师傅的这个国际学院的这些课程以后 你内心呢 其实又重新呢 又开始种植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其实我很感动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借这个机会呢 来弘扬一下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多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多宗教有所谓的密法 密法就是 有的是传给这些入室弟子 或是说将来的一波 但是我们中门没有密法 所有的法全部都是公开的 是 你像那个世界华人养线班 第一期第二期 还有第二届上课 还有师傅在电视红法 师傅所有的译经 所有的法 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已经公开 都在这些媒体网站上面 没错 你只要愿意 你花些时间去学习去了解 其实你可以学到非常多 是 是 你会发觉真的 你的内心呢 是相当富有 相当丰盛的 尤其我们提到就是说 师傅常常喜欢用 花一个太极 营养两面 刚刚提到 我们的包容性有多大 本来我们在人世间呢 就是在阴面的这边比较多 神佛呢 当然就在阳面的嘛 可是呢 这里面有我们的贪嗔痴啦 各个宗教啦 任何教派 师傅都不漏的 就是 大家坐在这里面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所以让我们觉得就是说 这一次你能够跟随着我们的张新芳主任 还有其他的法师 由主任来带领大家 到了这个整个国度 去不同的国家去做宣导 我听说引起他们很大的一个兴趣 而且对我们维新圣教呢 现在有多一层的了解了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们对易经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在法国波尔多大学 那我就有准备我们沾挂所用的金钱挂 还有侍族 那其中一位法国妈妈 她没有自我介绍 不晓得是不是教授 那她在看我示范给大家看 我说这个就是沾挂用意 那她自己就跑来前面 就自己在那边摇挂 然后我说要摇六次 那挂摇好之后 我问说你要问什么事啊 她说她要问她儿子 我说你儿子几岁 她儿子十几岁 还在读书 我说她在读书这个 就读书不专心啊 她不捣蛋啊 是 然后我就说这个读书她会读 但是不会认真啊 因为我们知道柴瑶克父母 然后她讲了一句话很好笑 她说啊 You know him 哦 你了解我啦 是是是 就是这样 然后她就觉得 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奥妙 是 不是奥妙 这就是智慧 这个智慧呢 真的是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所以我们老祖师尊呢 这个庙法真的是包含三千大千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我们圆圆四号的时候呢 这整个流程里面呢 我想就是要分享给大家 当然很多学员来参加 可是很多人也没有来参加 因为师父的学生呢 已经是有十万人以上了 但我们知道就是说 主题的第一个呢 提到就是说 我们祭祖两岸跟天下一家亲 这里呢 我想请我们的圆中法师 针对这个问题 假设是 我们有其他的国度的人 你是怎么样回答 我 我 像 这一次他们 前几天也是有学者到道场 我就这样子跟他们讲 我说 我们所提倡的两岸一家亲 是 我们每一个道场里面有 皇帝族有炎帝有持有帝 是 我说这个三组 为什么要拜这个三组 我说这个 就从最早的中华民族的第一场战争 版权之争 包括后来的着陆之战等等 然后演变到今天 总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二次的战争 我说我们办这个祭祖 就是一个解冤 是 将中华民族这些老祖宗 的这些恩恩怨怨 那慢慢让他能够化解 让他能够平反 所以我们在林口有十二坛的祭祖 那我们为什么要供奉这个三组 是 就是让大家了解到这个都是我们共同的祖先 而且为什么要留金 留金就是要庄严 庄严 这个法相 庄严这个法相当下的同时 也是我们中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你首先要圆满众生 再来要成就众生 是 再来最后才是庄严 所以把这个三组 供奉在每一个道场 是 是 我就是这样子跟他们讲 然后他们知道 哦这个是解冤世杰的这个观念 是 所以他们殊不知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些血脉相连 真的 有时候会说 都看不到啊 为什么你们还在一直拜呢 可是这个要学习的空间真的很大 这个智慧也是很大 以后如果真的是到国外去做发展的时候 真的这个要解释呢 还真的要大费走章 可是我相信在我们维信圣教 我们的法师们 我们的学员们 只要大家努力精进 不会有问题的 要把这些妙法来破传 一定呢大家都有信心 另外呢我知道 就在第二个主题里面呢 谈到了真的就是 也是非常的重要 易经风水在台湾 因为你们是代表台湾到其他国家去的 也代表台湾呢 在跟这些欧洲来的这些学者专家们来讲 易经风水在台湾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大概有怎么样回答 易经风水在台湾 应该是说 台湾是易经风水的基地啊 嗯哼 复兴七地 是是是 因为易经风水存在在 世间上每一个角落 只是师父将这个法把它开发出来 那台湾有这么多的学员地址来跟师父一同来学习 是是 所以在台湾现在 大家对易经风水的了解 其实已经非常普遍 是 好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哦这种这种路冲啊 返工都知道 没有学他也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住 是是是是 大家其实基本上 大家现在已经都普遍了解 是是 所以我们对对这个风水的妙法 或是洋宅风水的妙法 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好慢慢融入生活当中 我觉得这个师父一直在提倡就是 希望有一天这个就是将来能够变成一个险学 嗯嗯 是是 像是像是这个大学里面的什么心理学啦 什么政治学 嗯哼 一种险学 是是 也没有秘密 嗯哼 好那这个就是真正发扬光大的时候 是是 说到这已经风水在台湾 也是我们老祖师尊还有师父一直带领我们 真的就是说大家很努力的学习 我相信师父有个心态 就是怕你不学不怕你学 所以就成如刚刚我们原中法师提到的 就是说师父呢不管是在网路啦 在我们的媒体 你只要看得到的地方 师父呢其实一直在广传 所以除了广传之外呢 其实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您如果进入我们一间大学来学修 你会发觉你所得到的也不止这些 因为我们中门的妙法也不是只有师父在 我们的网路上面广传而已 其实那也是一小部分而已啊 真的太多的智慧了 所以在师父呢真正的弘法已经有35年的时间了 真的一间风水在台湾 因为我们台湾呢目前有43处的道场 那有上百处的教室 这真的要让大家来学习一经风水 有没有可能我们也有可能到其他欧洲国家去开课 这个可能目前要去欧洲开课 可能我们的准备可能还不太充足 不太充分 不充分的地方在哪里呢 语言语言 是是是 好我想这个将来有因缘的话 我想这个势必会是这么做的 好因为一经风水 好那除了我刚讲的成就庄严之外 其实你很简单啊 当你一个家庭不平安的时候 然后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庄严可言的啦 是是是 好那你像我最近就遇到昨天遇到一个师姐 那她她家里那她先生本来就是有一点中风 然后她父亲父亲她公公在澎湖过世的时候 她先生回去澎湖办理这些后事 是 结果她选的日子是冲她先生下葬那一天 是 结果她那天日子下葬完之后回来一个月 她先生就死掉了 就走了 那么厉害的 然后她先生还没有后事还没有办好 还在家中的时候她的儿子两个儿子 就在神明厅就打架 是是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家庭风波不断 反正一家人本来好好的现在都跟仇人一样 她有的儿子也不回来了 是 兄弟之间有的也不来往了 嗯哼 然后又是身体有问题又是什么事业有问题 嗯哼 结果你这个 嘖 那么严重 是 就是那一天下葬的时间正冲她先生 所以 就 没办法补救了 走的也 亡者也走了 大家风波也起了 只能用其他的方法 让他们更安心了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一经风水 光光就是生活里面我们就举例举不完了 而且呢 法师们他们对信众服务那么多实在有太多的案例 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在节目上 来跟大家讨论 甚至呢要说到国度去要讲这么多 我看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讲哦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师父也开始一个国家如果要富强 要康乐的话呢 就是要明智 再来就是要有中庸之道 要懂得阴阳嘛 另外呢就是要诚信 再来就是要谦虚啦 师父常常说要我们大家谦卑一点哦 另外就是说 要可以养贤蓄财 多集一些贤能 那所以说呢 那当然国家要安乐的时候 我们知道就是说 要共创人间的净土 所以我想就是说 嗯 在你们这一次去的时候呢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说他们对我们的世界和平相当的好奇 为什么他们会好奇 为什么用郁金跟风水可以世界和平 你要怎么去解释它 他们 对当然世界和平 其实这个是很多国家 很多宗教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终极目标 那很多他们在做的方式 有的是用相声共和的这种观念 那他从事的可能就比如说 往这个救济啦 或是说医疗 人道的救济 人道的这些医疗等等 那这个也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所足重的 就是真的是在养贤蓄财 让我们中门的不管是初级班的同修 或是正期班的同修 只要是我们的学员弟子 师父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让大家 培养大家 有智慧 好 那培养大家 成圣成贤 好 然后各为一方之师 然后去推展我们的这个 易经风水 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个精神 跟这个思想文化 把它弘扬出去 藉由家庭 然后到社会 然后到国家 然后推展开来 是 因为易经 易经里面所提到的 好本来阴阳就是一个相包容 是 它不是相对立是相冲突 是是 你把易经的精神 弘扬出去 易经的智慧大家知道了 自然 它能够去包容 所以你小次一个家庭 我们把易经的精神运用在家庭里面 你的家庭会更和谐啊 是 夫妻之间会更恩爱 是是 那父子之间 也会更密切更亲近 是 这个就是易经的智慧啊 嗯哼 这就是在我们易经的对待之中了 夫妻之间的对待也很重要 同事之间的对待 做生意的对待也很重要 不是只有光想到我个人的利益啊 对方也要纳入进去 我想做起来点处理 这个就是 不过我想就是说 你们到国外去做弘扬妙法的时候 尤其是做交流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人会问说 什么叫做易经啊 什么叫做风水 一定很多人问吧 嗯对啊 嗯哼 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怎么回答 最简单的方式 易经 大家知道 我说易经就是阳跟阴 那在座的男就是阳 男人就是阳 女人就是阴 那易经就是阴阳 好 上面比较高的比较瘦的就是阳 比较低 比较矮的就是阴 是 那我们的呼吸也是有阴阳啊 我们的心脏膨胀收缩 膨胀收缩 也是阴阳啊 哦是 其实它跟我们的生活是直接关系的 对啊 就用这样子他们来跟他们 可能会比较清楚 对 我记得好像就在上次 就今年的元月时候有 好像也是您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终于懂了 就应该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他们感受得到的 应该是这样吧 对啊像白天黑夜这样子的方式 他们就比较能够了解 哦是 所以如果白天黑夜的话 我想 不管是西方国家 白天应该是有太阳就是阳嘛 晚上有阴的时候 没有阳光的时候就是阴嘛 这个他们马上可想而知嘛 对 所以其实你们去做交流 也不是只有把这些我们的 我们的这些的智慧 一直在讲出去而已 要了解到他们对我们了解多少 要可能要从小朋友 就是儿童学已经开始吧 应该是这样 对 这个就是我们在沟通 好就是我们老祖宗有讲过一句话 因才失教吧 是是是 你讲的就是要让他能够听得懂 是 那这对他是最有帮助的 是是 所以不管来参加的人 他是教授学者专家 或者是一个宗教家 你就是没有学过《易经》 你就是儿童学《易经》嘛 就是这样子如此而已嘛 所以我们师父给我们的 每一件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 浅而易懂 但是呢他的禅意是非常深的 所以我们还是呢 希望就是说 我们的原尊法师下次有机会 再跟着我们的张新芳主任呢 去做研发的时候 去做交流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就是大家学《易经》最简单的方式 让他们懂 但是你要记得 绝对不能说 这是儿童《易经》 对 今天谢谢我们的原尊法师来接受访问 谢谢感恩祝福你 同时也感谢收看 天下一家亲 祝福大家 天下一家亲 《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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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